Hello 大家好 我是TYLighting的Tommy 这个影片是讲解给大家知道 为何风扇的轴有时看上去要斜斜地 好了 我现在使用一个产品示范给大家看 我身后面这支是一把西班牙的风扇 我用手移动它 为什么会移动呢? 移动的原因最主要是 因为我们天花板不是100% 当出现天花板有轻微斜的时候怎么做呢? 这个吊架的设计 就是令到风扇可以自然取回水平 当它转转转的时候就会取回水平 我拿了两个道具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一个风扇的吊架 90%的风扇都用这种了 首先要把吊架放在石石水泥天花 或者木质架天花上都可以 最重要是稳固 这是一个风扇的吊杆 我把吊杆扣在吊架上 大家要用这样模仪 我现在把吊架弄斜 模仪的尖花是斜的 大家看到吗? 吊杆始终会水平向下 就解答了刚刚的原理 所以有时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风扇安装上这条转 确实好像不是完全水平和轻微斜 其实它是一只 不过你看着上面的天花板 那个吊架 你就会觉得它两个好像有点倾斜 用这个原理解答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有任何对风扇有疑问的问题 当然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WhatsApp9203831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给个赞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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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